就好姐妹一起来瘦身!成功负35千克的超猛双人组,跟着这两位欧逆瘦到逆天吧! 瘦身绝对是一件需要极大毅力的事,自己一个人可能坐不来或是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达到想要的目标。不过如果有人陪住你一起运动,一起吃瘦身餐,那可能就会稍微轻松一点呢! 最近发现这个超厉质的频道HeydayTube,这是由Derry和黑恩两个总共瘦下将近35千克的韩国女生创立的,快来看看她们是怎么成功瘦身的吧! Derry身高155,原本体重60千克,现在体重41千克,总共负19千克。 身高比较娇小的Derry一开始对于自己的体重完全没有概念,是因为爸爸买了运动器材给他之后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了减重饮食调整的过程,所以说如此不过Derry可是一开始之后就很坚守原则的人呢! 初期因为住在宿舍没办法自己料理三餐,Derry在早餐的时候以低糖的麦片加上豆奶为主,而也会加上水果,中餐没有因为减重而有特别的改变。 晚餐判则则是吃香蕉蛋和豆浆,分量的部分并没有特别减少,还是以吃饱为主。 他提到如果因为急着减肥而不吃饭,富胖的威力会更可怕,不过他很坚持不吃任何的零食以及宵夜。 在运动方面并没有特别加强强度 先从调整自己一些比较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 以前总是翘翘和驼背的习惯 在开始减重后慢慢的改掉了 以前总是很懒得动 时常窝在床上沙发上 也努力地增强自己的基础活动量 而也会从youtube上搜寻一余佳影片 慢慢的跟着做 在坚持以上饮食以及习惯原则 两三个月后就渐渐地瘦了5公斤 这使得早餐除了香前的麦片豆奶 外夜加上了地瓜和南瓜 中餐则开始自己下厨 以水煮健康的烹调原则下厨 晚餐则是吃无糖水果优格 虽然依旧不吃零食及宵夜 但是偶尔会吃一些坚果固等等 运动方面也开始尝试重量训练 一天总共花三个小时运动 从有氧激励训练 深蹲等等 也会配合简单的抬腿和滚轮按摩 来雕塑腿部曲线 最重要的是运动结束后的伸展 以及按摩 有驼背问题的Derry也会用贴臂站立的方式来调整 Derry表示到后期比起体重 他更在意体态 两成运动习惯后 虽然对饮食没有这么苛求 但还是会担心腹胖的 他开始尝试素食 烹调也是以水煮的健康方式为主 运动的频率从一周六次调整 为一周两三次 不过强度也比以往增强 他也提醒大家 运动强度开始变得困难后 在网络上跟着影片做会相对容易受伤 最好还是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员 身高162亿 原本体重66千克 现在体重50千克 总共-16千克 黑鹌会想开始减重 是一开始 不满意自己的体态 开始了一周四次 并维持两小时的健走 在运动的时间内是完全进食的 这时候黑鹌并没有特别进食 想吃湿脈就吃湿脈 不过把分量减少到以往的一半 大概三个月后 体重从66减到60公斤左右 从这时候开始 黑鹌成为了大学生 与同侪交际的场合变多 之后不仅时常外食 也很常喝酒 减重计划一直被延挡 直到一年后和朋友拍照 发现自己的身材是最圆润的 才惊觉自己应该要继续实行减重计划 也发现自己最应该调整的就是 常吃素食 高热量食物 饮酒等等生活习惯 这一段黑鹌表示自己是错误的示范 在饮食的部分吃得非常少 早餐只有高蛋白饮品 中餐则是一点点米饭 南瓜和豆腐 晚餐则是南瓜和番茄 除此之外 也搭配了一天两小时的慢跑 这样极端地方是 虽然让他在短时间内快速瘦身 但也导致了很多副作用 因为处于极恶状态变得敏感 一路外 也很容易紧张 落法甚至有些未报时症 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健康的他 开始寻求健康的方式 早餐一瓶果搭配当季水果 中餐会摄取足够淀粉 大量蔬菜以及高蛋白质的食物 下午会摄取香蕉以及坚果 晚餐则适合中餐相仿 主要的策略是少量多餐 以及多吃食物的圆形 运动除了慢跑外 也会做一些在室内 就能简单完成的运动 跟随住这样的规则 除了跟Dairy一样 变得以素食为主之外 甚至渐渐朝向生机饮食 非加工非加热的天然素食的方向脉劲 经历了前期错误的减重方式 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改掉生活中错误的小习惯 尤其是饮食 身为好友的两人 又因为拥有共同的理念 创建了频道 时常会拍影片 分享自己减重的过程 也会记录饮食等等 也有各自的Instagram账号 有人一起努力的动力 总是比单打独斗还要有动力 一个人要瘦下将近20公斤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也想要减重 但迟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不妨参考Dairy and Hayen的方法吧